大家好 尖椒炒鸡蛋 到底是先炒尖椒还是先炒鸡蛋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今天大厨教你正确的做法 首先准备适量的尖椒切去根底 然后斜刀把尖椒切成马耳状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根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到碗中 然后往碗中打入五个母鸡蛋 加入少许的食盐增加底味 再加点白胡椒粉和料酒去腥 然后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把锅烧热不要加油 然后倒入尖椒 把尖椒炒出辣味 这样吃起来更香 炒的过程中加入适量的食盐 这样炒出来的尖椒更爽脆好吃 好了 炒成这样之后倒入到蛋液当中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尖椒均匀的裹上鸡蛋液 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倒入尖椒鸡蛋液 小火慢煎 煎至定型之后 把另一面也煎一下 煎至两面金黄 这样吃起来更香 把鸡蛋捣散成小块 房里面加入一勺生抽调味 再继续大火翻炒 炒出香味 再撒上一点葱花 翻炒均匀之后即可装盘 美味的尖椒炒鸡蛋就做好了 香辣解馋 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